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代一路倡议三年多来 已经有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积极响应支持 4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 同中国签署合作协议 一代一路的朋友圈正在扩大 可以说一代一路倡议 来自中国 但成效汇集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一次我们讲了我们是怎么治疗狼状腺肾炎的 这次我们主要讲的题目就是治疗狼状腺肾炎的注意事项 那么在治疗狼状腺肾炎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首先一定要找专业的医院和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治疗 做到准确诊断规范治疗 避免乱花钱 第二呢就是一旦找到专业的医院或者是医生 一定要尽早的治疗 争取更好的治疗效果 不但可以少花钱 而且少受罪 千万不能自己找对手 那么第三呢就是一旦治疗了一定要坚持按照医主坚持治疗 按时复查和复诊 这是预防病情复发的最有效的措施 只要不复发就一定能够治疗好 也就是最省钱最舒服的治疗方法 第一次治疗呢就是治疗 不要病急乱投医导致误诊物质 第二呢就是不要犹豫 耽误治疗时机 第一 还有就是不要三心二意 破坏治疗效果 第三呢就是在多年临床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 希望对各位朋友们有所帮助 如果在治疗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直接咨询 感谢朋友们的收看 下期再见